让我们掌声有请 接下来要登场 接受挑战的这位传奇小将 宋小宝 先给你们打个样 我干了你们随意啊 投票通道开启 请开演 都来了 今天我要领着大家见证一下奇迹 具体是什么样的奇迹呢 见证一下这个足一盆 有神奇的功效 咱们一步步来 别着急 使用这盆啊 之前呢 我得喝个小口服一夜 人家大夫就这么告诉你 然后啊 倒点小瓶水 水都倒完了 我出来哪里露的呢 水倒完了 泡泡脚 神奇的小功效 一倒 一打 哈哈哈哈 有点麻 哈哈哈哈 二打 怎么有点折的话呢 直接放到四打 四打 没买啊 没买啊 哈哈哈哈哈 哎呀哎呀哎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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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呀喂 我走啦哎呀 老搂 别怕 今天别碰我先别碰我 哎呀 老头子你咋的啦 很呢 哈哈 你瞅你泡个脚跟泡澡似的 你这你 哎呀妈呀 这天呐 哎呀妈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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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多个 啊多个 哈哈哈哈 啊多个 哈哈哈哈 你干啥呀 你死了头子 你往死往死推我呀 我老伴啊 我才反过来 这盆漏电呢 刚才给我打蒙了 哎呦你们 这盆漏电 是啊 你搁哪整的盆呢 我捡的 不是 啊 我借的 不是 我 我没花多少钱买的 你动我钱了 我没动你钱 我就花我那点零花钱 怎么漏电 哎妈妈这给我打的 我钱呢 你放哪儿了 就给我抽屉里了 那你就管抽屉要呗 哈哈哈哈 你是跟我俩扯呢 嗯 我那里搁的可是一万块钱呢 你搁多少钱 你不没给我 你不没给我吗 哈哈哈哈 大海爷 哈哈哈哈 你过来 你跟我说清楚的啊 咱老两口子 连孩儿都没有 我那放一万块钱 我没花 你没动 号掉去了 我这两天正准备买个帽呢 那天我看个号 自流下货去了 你少扯 嗯 老宋我告诉你啊 你跟我实话是说 那钱你干啥了 我的钱呢 我没动 回来 我肯定你就 老伯儿 行 你别装疯卖傻的 我告诉你老宋 最近就当我就看着你不打对劲 打不对劲 我的钱肯定没花女人生 就晚了呗 小伙儿啊 一早上五点多钟 那小手机大拉上一下子 微信就响了 那不是新闻早知道吗 六点钟就出去了 六点钟就出去了 我不买菜去 买一天呢 在我买菜市场 我看有卖鱼干的 我一丰富一下 我自己的业余生活 我买把干 我钓鱼去了 钓鱼一天 嗯 鱼呢 你把干叼走了 咋没把你叼走呢 我送走了 干啥 你晚上七点多钟才回来 我七点回来 我不做工气 这回来的吗 我又没跟别的老太太回来 你折呗呗 你别往别的地方折 你把那一万块钱给我说出来 你干啥花了 花哪了 海燕呢 你的饲养素质值 能不能有 哪有待遇提升 长点心吧 我告诉你 那楼下老太太 早就跟我说得非常清楚 跟楼下那余百灵 走得可近了 你实话实说 能过就过 不能过 我就给你腾地方 我走 你让他来 我来了 行吗 我来了 你干啥来了 你不让我这时候来的吗 百灵子 能长点心不 这事就因你而起 你咋这时候来了 不是 嫂子也在家呢 在呢 那个 耽误你事了吧 不耽误 你用完没 用完了 那这回轮到我用了吧 你撒的 你刚好呢 都不背影了 不是 不是嫂子你误会了 背影叔叔不这样 不是你咋说话呢 你说的那是傻话呀 你别说话 干嘛呀 干啥呀这是啊 啊 做游戏呢这是啊 闭嘴 小灵啊 那个 咱姐俩 落点心里话啊 你说 你说 嫂子对你咋样 嫂子 你说这话 不见外了吗 你对我 那就好 你 你家我大哥 对我呀 那更是好 咱两家 不就差 没搬到一起 住来了吗 是不想瞒啊 你大哥这阵呢 小坏了 咋的了 捧着那小手机 就盯住了看 一早上 五点多钟 那手机 微信 大啦啦一下子 我发的 六点多钟走了 我俩一块走的吗 一走走一天 是我俩一待在公园 待一天呢 晚上七点多钟回来的 我俩一起回来的 我得给他一起送回来 要不他的小鸡哥 我还不放心呢 这还不算啊 花了我一万块钱 嫂子 这事你可误会我哥了啊 那钱可不是他一个人花的 我俩一起花的 我 哎呀我大哥老热心了 我说我不花 他非得给我花 硬给我花的 要我说两句吧 就在公园啊 我跟你说啊 在公园 啊哈哈哈哈 嫂子我跟你说 哎 你又不老说 你等啊 白灵 等一个月之后 一个月之后 你要有反应了 我跟你说 那就大惊喜 老厉害了 太有恶心了 咋的 现在就有就就有反应了 哎呀行了 白灵的呀 干啥呀 你少扒不了你今儿吧 你那话太密了 知道吧 我没说啥呀 还没说啥 那嘴多快呀 扒扒的呀 明儿别叫白灵了 叫扒哥吧你呀 扒哥 那啥你这给我吃的的 我明白了 刚才 时间推我那下 是跟他小的 你是打算把我推死 让他进来吧 老板 老板 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你了 你是自从有了白灵 就不要海燕了 换鸟了 哈哈哈哈 白灵啊 白灵啊 黑灵啊 黑灵啊 白灵啊 不是黑灵老 电话 我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特别不是时候 哈哈哈哈 老板 我觉得呢 我被骗了 事情的情况啊 是这样的 大家好 再次欢迎大家 来到我们 韩笑 半布甸 健康养生堂 哈哈哈哈 有句话说的 非常有道理 三生三世 十里三渣 嗯 在这里各位 都是我的爸妈 错 我压根就没有体 体验过这份笑气 为什么 因为我就无儿无女 错 你怎么能说 你无儿无女呢 嗯 那我们是谁 嗯 这就是你的大儿子 嗯 我是你的老儿子 爸爸 爸爸 爸爸的老父亲 我最疼爱的人 人间的苦思有三分 你却吃了十分 爸爸 爸爸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像我这辈子 活的无儿无女的 突然间 往我叫爹 叫爸的 我还挺幸福的呢 嗯 行了俩人的 别哭了 爸在这儿呢 这孩子苦的 眼泪一对双的 哈哈哈哈 这大男 哈哈 好 好 哥 啊 到哪个环节了 到尽孝的环节了 怎么尽孝 正要 好 等等 我想问一下 有谁在这连停了三天的课 我 那么好 那就请这位老爸爸 把我们含孝半布甸口服业的疗孝 公布一下 老姐老妹啊 据我在这听了三天课所掌握的这个这个这个他们的一个经验呢和道理来讲呢 含孝半布甸是口服业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 服用一支到两支 你会含着微笑而入眠 哈哈哈哈 半布甸半布甸是怎么回事呢 半布甸是怎么回事呢 那您 这种药啊 主要适用于呢 什么样的人群呢 腿脚不好 对 半身不遂 尤其走不了路 下不了地的 吃完这个药 如果颠腦醒了 原来走不了路的 不但发现自己能走路 还能颠半布 还能颠半布 这还叫半布甸 这个药 好 是这么回事不 王阿姨 一盒 才一盒 李妈妈 两盒 刘妈妈 四盒 四盒 余阿姨叹家老爸爸严重 六盒 哥 不能再挣了 怎么着 再挣我们就活不起了 干嘛呢 干嘛呢弟呀 谁呀 还有人 大伙都听我说啊 你们老年人呢 攒钱也不容易 别听他俩的话 他俩就是个大骗子 啊 你是个大骗子吧 大叔 你打我我也得说 俺家我爹啊 在床上瘫痪了二十年 我买他俩五千块钱的药 说吃两天就能站起来 今天已经第三天了 站起来了 彻底且不来了 走 骗子 上公安局 公安局 大哥 老哥 老哥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咋的啦 咱爸站起来了 啊 人呢 跑地屋了 哈哈哈哈 我爹地屋了 丢这地屋吧 大恩人呐 我太佩服你们二位了 佩服的我是 裸体投地呀 对对对对 画面太美 画面太美 媳妇 哎 带钱吧 带了 拿出来 今天剩下的药 我都包了 你怎么不要脸 你给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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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大叔 你怎么不要脸你 你爹都跑地屋了 就是嘛 你还都包了 大叔 我爹那病 我不得拱固拱固吗 我哪拱 你还要怎么拱 再拱 你把你爹拱飞了 你信不 两盒 两盒 你得懂得飞翔 这俩也是不拱 我喝他们的 有点数字 这几个老太 有点数字 你干啥去 从那个损赛 我不没带钱吗 从那个损抽 我不带钱了吗 那你给我垫上 我先给你垫上 不是 他家老头那脑血酸 得多少钱能治好 最低的五千是不 哥 三千能不能治好 卖 太好了 你妈成本钱呢 我告诉你 我这儿带一万块钱 你知道吧 我给他拿出去三千 最三千块钱 要你拿着 回来给老头治病 给阿姨拿油 好 谢谢 儿子你来 他们的问题都解决完了 能帮爸解决点实际问题不 爸你有什么问题 那个 我还想再要一胎 你说 他想要一胎 那可太难了 哥 你不孝顺哪 刘大爷今年六十了 生个大白胖小子 你怎么治 他不买了 咱们不孕不孕盆呢 多钱 一万七 七千能不能卖给爸 卖 卖 就那盆是这么来的 爸 这盆 妥了 便宜一万块钱的 那你再给我整一个吧 你还没有 就一个盆了 你再要 我的骨盆你要不 啥都要你 我找回家 我不想用吗 晚来这两条 我先用的啊 好 吃药再配合 这个煮一炮呗 再过来 好 OK OK 等你们老爸爸 媳妇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你这俩傻子 那不就是让人给骗了吗 赶紧打电话报警吧 让人骗一万块钱 谁呀 进 Come in 你好 你好宋大爷 好 我们是公安局的 是这样啊 公园那几个骗子 已经让我们抓住了 你能跟我们回去一趟 做个调查 那我 我把盆拿着 你去吧 你还拿着干啥 那那小子 那那小子不逮住了吗 我给他俩泡个脚去 走 给他泡脚去 走 有请我们的小宝老师 来到舞台中央 有一句话不得不说 钱不能乱花 特别是老婆的私房钱 对对对 要买喝的 不要买药 买一点老村长酒 喝下去一瓶 保管你生龙凤胎 对吧 厉害厉害厉害 蔡明老师 您对他们表演 有什么样的评价 那个小宝 一直是我特别喜欢的演员 当我不认识他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他 我说那个叫宋小宝的演员 他今年五十几岁了 80号 对呀 对呀 因为我在电视上 一直看他 他演老头比较多 对他的速度人物能力 是非常的强大 这个没有无可厚非的 就是一点担心 你千万不要站在 那个柜子前面 刚才那个棕色的柜子 你站在那个前面 就看不见你了 我特别害怕你的位置 在那个地方 靠四 对 下回你们都提醒我点 对 你就变成OS了 知道吗 谢谢蔡明老师 谢谢宋小宝 和他的乡村爱情剧组 所有的各位老师 带给我们精彩的表演 其实用你们精彩的表演 可以激发我们心怀梦想的 我们的新锐校将们 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让观众能够喜欢他们 支持他们 投票通道 关闭 宋小宝 到底得到了多少支持票数 请揭晓 好 好 糟的 456票 真的是非常难以超越了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请到后台休息 也请我们的小宝老师 继续入座 我就穿这身吗 换个衣服也行了 我换个衣服呗 宋小宝老师是一个 让人羡慕 嫉妇恨恨的演员 这么优秀的演员 谁敢来挑战 他自己是这么形容自己的 第一 他跟您认识十年 知道您 所有的秘密 他跟我说您是喜剧之王 他就是喜剧王中之王 那他就是虎腿肠 别人一个节目只能拿一届冠军 他能拿三届冠军 谁来挑战我们的宋小宝 请看大屏幕 他是让所有同行都 闻风丧胆的业内神话 导演锁门 别让观众跑了 给我牵牛狗 我放门口 谁要敢跑 我放门我咬我 他是观众心中的喜剧之王 救我们这一届的冠军 这一届的冠军 三届都他冠军 时隔半年 周云鹏重返舞台 他要在这里 将心中的喜剧之王 宋小宝致敬 重新登上喜剧之巅 投票通告开席 请开言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再反了吧 如果我没猜错 如果我现在没猜错的话 如果我现在没猜错的话 坐在我前面的这帮人 是观众吧 都来了 都空手来的呀 太让我气愤了 你们看猴还得扔个面包呢 看我什么都不带 那个大哥 手里边拿的是面包不 不是 手机啊 我不要 做个介绍吧 我叫周云鹏 为什么叫周云鹏呢 顾名思义 我爸爸姓周 所以我姓周 那为什么叫云鹏呢 云鹏这个就有来历了 因为我妈妈怀我的时候 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一个白胡子 小太太 说你儿子以后一定会飞黄腾达 所以说我叫周云鹏 所以说我叫周鹏 云鹏 爱啥啥 爱啥啥 喜剧好啊 我为什么要来这个舞台 我觉得喜剧非常的好 在这个喜剧 蜂蜜全球 在这个 现在变得 在一个喜剧 蜂蜜全球 变暖的时代 喜剧跟喜剧 我觉得在现喜剧的 喜剧就那么回事吧 但是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现在的喜剧 四个字的话 我终结现在的喜剧 给四个字 干就完了 不在乎输赢 什么玩的失败 是成功之母 去你的吧 我不去妈妈 我告诉你 我来这个节目 我就是 我就是来玩来的 我就没抱着能走到最 我就没打算走到 能跟女嘉宾牵手成功 有的人还说 不牵你的手 是你长得难看吧 难看怎么了 难看只是你们看到了恶心 我自己又看不到 不要吓我 还有人恐吓我 说周云鹏 你要是一会儿被淘汰了 就有人会拿大喇叭喊你的名字 周云鹏 out 周云鹏 out 你要敢喊周云鹏 out 我就敢喊 倒车 请注意 倒车 请注意 看谁能吓我过谁 喜剧这点东西 我都研究透了 无非是几种形式吗 相声 小品 相声 小品 魔术 砸 魔术 砸技 人的笑点 无非就那么几点 九点 十点 十一点 而且人 能让你们笑的部位 也就是两个部位 嘎嘴窝 脚底板 所以说我今天来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在晚上 半夜十一点的时候 在你的嘎嘴窝里边 挠你脚底板 我就不信你不笑 干什么都得有自伤 我觉得我很有自伤 因为我觉得 我很有文化 想有文化是有秘诀的 你要是想有文化 必须多看书 那个小妹妹做得就很好 叔叔一上来 你就开始看书 叔叔也喜欢看你 但是看归看 不要想太多 因为我来之前 就告诉你了 没打算跟女嘉宾牵手成功 而且我谈恋爱不是随便的 我喜欢找投缘的 对不起妹妹 你投太扁了 但是提到了你 我很兴奋 因为我让我想起了 什么样的人 才能成为喜剧界的精英呢 我认为是女人 有的人说 才不是女人呢 不是就不是呗 操作什么玩意的 我听你 你不就完了吗 但是女人很重要 我觉得一个人 长大能干什么 完全取决于女人 因为取决于她的胎教 胎教很重要 妈妈怀孕的时候 喜欢看电影 那么孩子长大了 就容易当演员 妈妈怀孕的时候 喜欢听歌 孩子长大了 就容易当歌手 于是我问我妈妈 怀我的时候都喜欢干什么呀 我妈妈说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 还喜欢睡懒觉 于是我确定 她不是我妈妈 太让我失望了 很不容易 喜剧演员 总的来说很不容易 作为明星也很不容易 你们的小品 你们的节目 没拆出的话 是编剧团队创作小组 写稿的日夜夜夜 给你们生出来的吧 节目生 而我的节目 这不然 我的节目是 抛福产 有的人说 抛福产的节目 是不是想忽悠我们呢 不是 就是说这个意思 其实你们今天 来到这个舞台 你们就已经被忽悠了 凡事不要太认真 你们来到这里 就应该感受到 这个舞台 就是告诉你们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就那么回事吧 不要 千万不要太认真 节目主是最坏的 我觉得这个节目主 是最坏的 让我们这些 没有名气的人 跟明星PK 闹闹 长言说的好 赛有散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不散有散报 不是不报 不报 是你没有发票 等着招报应吧 节目主 怎么跟人家比啊 蔡明老师 喜剧界的女王 而且蔡明老师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相声演员 都喜欢抱你啊 还说 还说 抱蔡明是基本功 那么好抱吗 我学相声就好了 还听说来了长远 你是喜剧院的美男子 我早就 早有耳闻 观众说你 美貌与智慧并纵 我想问一下 长远老师 并纵 还出来演 注意身体吧 宋小毛老师 我觉得你火是必然的 你必须得火 因为你火 是证明了我们人类的数字提高了 我们都爱护小动物 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宝哥 加油 乔山修睿老师 你们二位乔山修睿 你们 过 说一下 没有什么说的 你们挺棒的 白凯能老师 人特别的好 听说你人特别的好 刚才是我不信 后来我终于不信了 因为 刚才你上厕所的时候 为什么不叫我一声吗 太喜欢吃毒食了 你们 后来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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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个玩笑吧 喜剧就是这么回事 我女的喜剧 用四个人来总决 干就完了 你们如果同意我的口号 告诉我一起喊好不好 喜剧 开中了 看到你们这么兴奋 我太开心了 既然你们那么想干 你们干吧 我是干不动了 拜拜了 再次热烈掌声欢迎 我们的新锐校将 周云鹏 其实今天我们云鹏来呢 就是冲着我们小宝老师 要挑战的 不是 我误会了 刚开始我以为打架呢 你也有眼力见 你一看这么多人 能打得过的 只有送小宝 后来一看 比这个我就懵了 小宝老师 他 我俩特别熟 熟到什么程度呢 什么程度呢 都把我烦死了 每次结婚都通知我 不是 每次结婚是几次呢 就是人品味 就是每次 那说明你是他好朋友啊 真的 大方不讨论 你瞧不起他 你解一次就得了吧 对啊 但是他有这示好 每次都收礼 主要是 哦 我觉得 我每次离婚 都是他方的 周云鹏 你太可爱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 像是眼尾 为什么要 眼爆菜名 这个台上两个 我就配合过两个演员演 第一个是 全国小品大场赛的时候 长远 第二个 就是我旁边这位 孙小宝 对 我也抱过 对 我 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其实以前很多 就是相声演员 小品演员啊 只是用嘴上抱过他 没有真正的 用身体抱过他 都是用身体 都用身体抱 都是 我们都 不是这样 我想说一点什么的 还没说到正题上呢 你前面怎么那么啰嗦 那个 我想说 我真的希望下次能看到你 下次见不到周云鹏 大家说会不会很遗憾 我们的投票通道 马上就会要关闭了 如果 别关闹 这等一会儿吧 这是你心里话 投票通道关闭 周云鹏获得的支持票数是 请揭晓 请揭晓 448票 虽然没有超过宋小宝 456票的高票得票数 依然要掌声送给我们的周云鹏 我替周云鹏争取一次机会 我心里话 我心里话 我希望他能留在这个舞台上 这样吧 小宝 把他留下来 我们在台上的人 希望周云鹏留下的 对 请起立 来 所有老师都希望您能够留在这个舞台上 但是结果是无法改变的 周云鹏 你有什么要说的 感谢小宝哥 感谢蔡明老师 感谢所有的老师 其实我就是想 能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 或者是 能有更多的机会 表演更多的节目给大家看 我觉得我把我认真的事 想做的已经 今天做了 我很开心 你不是 鹰鹏你要干啥去啊 咱得留下来 我结婚去了 掌声再送给我们周云鹏 谢谢 宝哥确实是特别棒 我来之前 她是不知道的 然后我想给她来一个惊喜 然后没想到还是没干过她 接下来要接受挑战的 到底是哪位老师 掌声有请 大冰老师上台接受挑战 欢迎大家来到 由大众美酒典范 老村长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笑傲江湖之》 《笑声传奇》 投票通道 《笑声传奇》 请开言 刚刚从我儿子读书的那个小学 开完家长座堂会回来 受尽了老师的脸色 她妈已经跟我下了最后通牒 让我今天无论如何搞定这个儿子 我要是搞不定儿子 她妈就会搞定我 儿子 滚出来 老婆 家长座堂会 开得还顺利不 能不顺利吗 你老师对你的评价 就是四个字啊 不算太差 别害人家 老师太没水平了 别乱说话 这个老师有水平 当年我读小学的时候 他就是我的办主任 难怪你小学没毕业了 你就闯荡江湖了 爸爸 你老爹我这一辈子 吃亏就吃亏在没文化上 你看我现在四十多岁一个人 任何一点有档次的事情 我都做不来 只能到处去接工程 然后转包给别人 我赚点中间的差价 我这个事情连名片都不好印 别人印的都是什么 专家啦 教授啦 董事长啊 CEO啊 我怎么能印一个包工头吧 最后有个有文化的人 给我出主意 那我印了一个社会活动家 我到今天才知道 这个称呼一般是用在追悼会上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是丢失人啊 都是为了你啊 要不是我让你丢人的 你还反嘴 你跟我说 嗯 为什么全班考试倒数第一 题目出的太难了 那个题目还难 嗯 那个题目我都会做啊 第一道题 人家请问你 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 李老人家写的是 微博 微信 淘宝QQ 哈哈哈哈 那 真确答案呢 下回再告诉你 告诉的快 你忘记的更快 嗯 哎哎 那第二道题 你错的更恶心了啊 别人问你 请问 鲁迅是姓鲁 还是姓周 那我怎么知道咯 我的蠢儿子 你拿脚后跟都想得通吗 鲁迅鲁迅 当然姓鲁嘛 哈哈哈哈 姓周 那不是周迅啊 我告诉你 这一段 我小时候学得最炸死 到今天我背得出来 鲁迅 文学家 浙江 周树人 哦 哦 妈妈你好厉害的 你说我记起来 确实是浙江周树的 对吧 嗯 哎 第三道题 啊 人家问你 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是什么 你老人家写的是红楼梦 环竹格格 色雕英雄传 你就差一课 确实是不记得了 嗯 嗯 嗯 甄嬛传嘛 天天晚上看东方卫斯忘了你啊 嗯 真好四个 都是古装的吧 嗯 四大古典名著嘛 你好好读书 我儿子 好了爸爸 我是支持你的 你支持个鬼 支持 你老师已经给我反应了啊 说你现在开始找女同学谈恋爱了 你说 为什么找女同学谈恋爱 不是我找女同学谈恋爱 哦 是女同学找我谈恋爱 哼 你那女同学吃错药了吧 她看中你什么了 找你谈恋爱 她说我长得有个性 对对 说我足球踢得好 她说是金钱如粪土 她说 哎哎哎哎 等一下 你是谁的金钱如粪土啊 我自己的钱啊 你自己的钱 嗯 你要不说我砸死你的 你是偷了我的钱 还是偷了你娘的钱 说不说 哎哎妈妈 别打我 我自己赚的钱 儿子 你要是能把钱赚回来 从今天起 你是爸爸 我是儿子 这么客气啊 这是客气啊 你说 你赚的钱 你怎么赚的钱 我就是帮别人 成绩差的同学 做作业 你红鬼啊你啊 你是你们班 倒数第一儿的 你们班再差也 差不过你去啊 你帮他做 他不会做的 你会啊 我不会 那你怎么帮他做啊 我就是把他们 做不出来的作业 转包给成绩好的同学 做 我赚中间的差价 儿子 这么复杂的事情 你是怎么运作的 一开始是纯粹帮忙 没有赚钱 我也是这个套路 一样的 后来找我帮忙的人 是越来越多 他们说 再不收钱 就没有安全感了 我现在 把全年级的作业 都包下来做 我现在一个月赚的钱 不会比你少的 爸爸 你还得舍是吧 你还 你赚了钱 没看见孝敬你吗 没看见孝敬我 都去孝敬你 这个狗屁女同学了吧 我那个狗屁女同学 什么叫狗屁女同学了 爸爸 大人讲话怎么不文明呢 我那个女同学 那穿的 还是很有品味的呢 她穿的再有品味 那也是你一个都买的单啊 爸爸 我是男孩子了 再说那个钱 是我自己赚的 你放屁 你自己赚 你人都是我生的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那什么是我的 没有什么是你的 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那我的错误是你的不 你的错误 是唯一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爸爸 我是支持你的了 好好好 支持我 来来来 当着隔壁 叔叔阿姨的面 说清楚 你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在哪里约会 说 这是我的隐私 我抽死你 你还隐私了你 我是你爹 站住 说 你们俩在哪里鬼混 就是在学校后门的右手边的那个巷子的最里边的那个白天的乌漆骂黑的那个咖啡馆里面 就是那间白天不抖夜的黑咖啡馆 去过几次 我们去得少 那里面乌漆骂黑的 看不清人 只有一回 看见了你 看不见人 看见了谁 你跟一个阿姨 在里面喝咖啡 我就想过去打个招呼 我女同学踏着我 说 在这个美好的时刻 最好不要 父子相认 你别说 你这个女同学 关键时候闲得比你还是有水平线啊 哦 后来 还看见什么了 后来 那个阿姨 就趴在你怀里 使劲哭 然后你就使劲安慰她 你越安慰 她就越哭 她越哭 你就越安慰她 最后两个人 越抱越近 不要乱说话 你认错人了 这不是我 不是我 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鬼地方 再说 那个地方白天都无其他黑的 你肯定不是我 不是我 我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一直放在心里面 不知道怎么跟妈妈说 爸爸你干嘛 爸爸 千万不能告诉你妈妈 你不知道轻重啊 你要把这个事告诉你妈妈 我们就父子永别了 好吧 我还是告诉你吧 我跟那个阿姨 是小学同学 爸爸 不用说 这是你的隐私 你可以不说 让我自己去调查 让我自己去调查吧 千万别调查我 别把别的事调查出来 我还是坦白重宽吧 我跟那个阿姨 谈过恋爱 后来呢 后来 他嫁给你赵伯伯了 后来呢 后来 他说 他跟赵伯伯过得不幸福 问我 还能不能再给他幸福 后来呢 我说 那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妈妈 妈妈你 别傻乐儿子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做过 对不起你妈妈的事 我对天发誓 我哪怕做我一回 爸爸 你不用发誓了 我跟你说 这是我们共同的隐私 我不告诉任何人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懂事儿子 好儿子 最近没钱了吧 爸爸给你 有钱了爸爸 我现在把全校的作业 都包下来做 我有钱 到底是我的好儿子 DNA都不用念 天生就是个包工头的材料 走走走 给你妈报喜去 去不得爸爸 考试 是考了三十分 改成八十分嘛 我们小时候都是这么干的 我帮你改 保证你妈妈看不出来 谢谢爸爸 谢什么 应该的嘛 互相帮忙嘛 让你改成绩 让你改成绩 上梁不正下梁歪 我告诉你 我跟你没玩 这就是报应的 大北老师 今天这个舞台 也是挑战的舞台 所以说每个人都会有压力 为什么在这样的舞台 要选择刚才这个节目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相声是以讽刺渐长 所以我这一辈子 所有的作品 几乎99%是讽刺的 那么这个作品 也是一个讽刺 题材的作品 当然这样的爹很少 这样爹很少 但是这个爹身上的毛病 每个人身上都有 我就希望这个作品 能够让每个人 从自己身上 发现这样的毛病 咱们以后尽量的 避免不要犯 刚才这个爹 犯的那种错误 蔡明老师 您觉得这个作品 带给你什么样的惊喜 他演戏从来不张扬 稳极了 慢慢地 慢慢地给你东西 我特别喜欢 说快了怕了 说不利索 吃力了 汪涵老师跟我之前说过 咱们大冰老师 当年在长沙火的 就是现在的陆寒 我跟你说 就是火的 就是一 是不是 爆火 是的 是的 是真的 是真的 我会更火的 你放心 得嘞 祝福您 不许他埋得我 好汉不提 汤也有 我们的大冰老师 到底获得多少的支持票数 请揭晓 四百三十六票 再次巴掌声送 我们的大冰老师 谢谢 请入座 哪一位或者哪一对新锐校将 会来挑战我们的资深的大冰老师 大冰老师 他们跟您一样 都登上过春晚 哦 那就别挑战 不同之处是 您上春晚三十已过 他们上春晚二十刚出头 哇 这是陆寒来了 就是啊 他们是 CCTV全国相声大赛 最年轻金奖获得者 这这还挑战吗 这不需要挑战了 最后他们说 在他们参加比赛的时候 您是评委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吧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天津相声俱乐部的年轻的相声演员 我叫张潘 我叫刘全鸟 我们两个人到现在搭档已经十二年了 我们几乎是每天都在演出 这次我们来的目的呢 就是想见一见和我们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大冰老师 大冰老师呢 是我们小的时候对相声的回忆 这次我们来呢 就是想请大冰老师出山 大冰老师 我们来了 喝了老村长 我就敢上场 投票通道开启 请开演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来到这里演出啊 我心情特别的复杂 我的情绪啊 低级的情绪请省略 你又不是个演员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 行了吧 怎么了 不是你配合了吗 怎么 什么情况 我怎么就不是个演员了 大伙都知道 演员脑子都好啊 我脑子好啊 你有脑子吗你 你出题我回答呀 那你猜得着吗 你说呀 听这个 电视剧还珠格格看过吗 知道 里边有这么一首歌 还何苦是何蓝天 何蹦地可怜 我们肩并着肩 收牵着收牵着 收牵着收牵着 收牵着收 不是 这有什么的了 这问题来了 怎么了 这个歌描写的是谁的爱情 紫薇 尔康 小燕 完了完了 不对不对 一一说人名 不对 哪不对啊 注意审题啊 审了 我问的是这个歌 描写的是谁的爱情 你别联系剧情啊 跟电视剧不爱着 没关系 那咱不知道了 不知道 完了吗 你说描写谁的爱情 蜈蚣的爱情 不是怎么是蜈蚣呢 歌里都唱出来了 怎么唱呢 我们肩并着肩 收牵着收牵着 收牵着收牵着收牵着 收牵着收牵着收牵着 收牵着收牵着 起来吧 同样的歌啊 还可以送给支柱和大闸蟹 对 还有八爪鱼 你甭管送谁 你脑子不行啊 我脑子不行 不行 他是什么都不会 谁说我什么都不会 你会 我会唱歌 大伙都知道啊 而且我会的歌多呀 看见你了吗 干嘛 从你出生到你死 我全能用歌把它唱出来 从我出生到我死 全都能用歌唱出来 唱你一辈子 你有这本事 你来 听着 轻轻的我的宝贝 我要越过高山 寻找那已失去的太阳 寻找那已失去的月亮 我出生了 我出生了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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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换乐器了 我死了 你夭折了 从我出生到我死就一首歌 以后你没有任何烦恼 那不行啊 我得有童年啊 要童年 童年啊 给你童年 小燕子 穿笔基尼 外面桃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真好 葫芦娃 葫芦娃 一颗腾上七朵花 大风车只要只要地转 这里的风景呀 真好看 天好看地好看 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大风车 蹦蹦蹦蹦蹦蹦蹦 行了吧 我又死了 这不给你童年了吗 我要上学 干嘛 上学 哎呀呀呀 大伙看这倒霉模样 还上学呢 上学跟模样有关系吗 上学是吗 上学 上学啊 太阳当空照 花对我笑 想想说走走走 你为什么被想下书房 我上学了 蹦蹦蹦 行了行了行了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乐队老师的感受 乐队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 我没动地儿 我死三回了 这不让你上学了吗 九年义务教育 啊 九年义务教育啊 九年啊 九年 就九年啊 等会儿 你吓着我你 我吓死你 就九年 你说 那初中高中大学 你干脆这样吧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我们有同样的期许 枝子花开呀开 枝子花开呀开 我们的青春 纯真的爱 我上大学了 对面的女孩 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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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恋爱了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我失恋了 对面的女孩 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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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恋爱了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我失恋了 对面的女孩 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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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爱了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失恋了 对面的男孩 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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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 那一夜 你没有拒绝我 那一夜 我与你喝醉 我说来 男的喝酒了 我们就这样 各自奔天涯 我大学毕业了 不是 我毕业去哪 唱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不是 谁在家了 学校只有妈妈好 我妈跟我说什么 走吧 走吧 我刚回来 就让我走 说到 咱就 别别别别 我爸爸说什么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我姥姥说什么 听妈妈的话 我奶奶说什么 听妈妈的 别听了 我怎么全听我妈话 我妈怎么这么厉害 她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 你妈是狼 她是一只修炼千年的狐 你妈是狐狸 她头上有鸡脚 身后有尾巴 我妈是人 我是一条小青龙 小青龙 小青龙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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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走 一个人去上班 我上班了 有一个人去吃饭 我说我怎么都是一个人呢 神啊 救救我吧 一把年纪了 一个爱人都没有 我的爱情什么时候能来 爱情来的太快就像龙卷 我离不开暴风 却来不及她 来了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 我们结婚吧 我们结婚了 我结婚了 你终于当了别人的小三 我刚结婚她就当小三去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 我太不满意了 很久没笑过 又不知为何 笑不出来 既然不快乐 又不喜欢这里 不如一路向西 去大理 你别唱了 不唱 不唱 各位的掌声欢迎 我们的张盘刘全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为什么偏偏要挑战我们的大兵老师 因为我们是相声界的新兵 这是相声界的大兵 这是我们的教官 其实我没有把今天 这场演出看成是一次比拼 对 我把它看成一场军训 这个我有两个观点 第一 这两位演员 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谢谢 第二 这两位演员看得出非常刻骨 所以 他们是一对非常成熟的相声演员 谢谢 谢谢 对于这么年轻的相声演员来说 紧紧的抓住观众 没有让观众放松 然后里边有几个真的是出乎我意料的好包袱 这两孩子 我们才想见到他 我这票就要投给他 我不投给他 我投给他 他下回也来 不投给他 他下回来不了了 所以我要投给他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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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最后的得票数是 请揭晓 恭喜张潘 刘全秒 挑战成功 好小的 也乐了 乐了 乐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谢谢 继续上位 成功 我们继续努力 大冰老师 看到年轻人在这口太上成长起来 您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任何人都不希望被战胜 我也有失落 谢谢您的坦率 掌声送给大冰老师 但是 相声太需要新人 相声现在极缺 像这样的 就是自己能够掌控观众 能够自己创作的 非常默契的新人 而且我觉得这个舞台 就应该捧新人 谢谢大冰老师 谢谢 谢谢 转身 登下你们的传奇之路 比赛的人都希望会获胜 每个人都不希望失败 我很感谢大冰老师 因为大冰老师 用他自己的肩膀 把我们挺进了复赛 我觉得这种做法 让我们敬佩 谢谢 掌声有请 百变女王 蔡明 投票通道开启 投票通道开启 那是天堂之门正在缓缓打开 感谢美好的生活 将要到来 你猜到吗 猜到吗 你却为何要在这门外 开关 我吧 天堂门已打开 为何还要徘徊 为何还要徘徊 在天堂之外 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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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们把门挡上了 好了好了好了 红包发群里去了 赶快抢去吧 这都什么天使 蔡大妈 通往天堂的大门的门口 都已经清干净了 走吧 那个 小屎啊 你叫我小天就行 因为我是天使的头 小屎头 什么屎头 还是叫小屎吧 好不好 我不想去天堂了 还有半个小时 天堂大门就关了 我跟你说 抓紧 时间 你就是半个小时 真的你要不进那个门 我跟你说 我就得洗澡啊 魂飞魄散 我得回趟人间 我还有事没办完呢 你不知道 我跟你大爷 感情特别特别好 我这一走啊 他没人照顾 没人疼 没人陪的 我放心不下 我得回家 劝你大爷 找个后老伴 这可是你大爷 你大爷 你大爷 不是 不是 故事讲的挺好 你能不能少几个你大爷 那我也不能让你叫他表弟啊 您这样没办法回去啊 我跟你说 您要是这个形态回去的话 估计大爷就跟你一块走了 我是没办法 可是你有办法呀 我真还有个好办法 太好了 太好了 一会儿呢 我刷一下 给你施个小法术 给你换张脸 换张脸 换个新形象 你再回去 劝我大爷找后老伴 切记 这个法术 只能糊弄我大爷一个人 但凡遇到第二个熟人出现 他就会把你认出来 没有第二个人 你大爷 一个人自己住 不不不不 等会 切记啊 时间不多了 只有半个多小时 我跟你说 半个小时之后 你必须回来 否则 我就又洗澡了 不是洗澡 魂飞魄散 别 喝水 我不喝大哥 谢谢小陈 给我补这背心 大哥 您这是背心啊 我还以为让我补鱼膀呢 大哥呀 你买这背心的时候 苏联还没解体呢吧 小陈啊 今天我让你来呢 是要给你这个 金项链 不不不 这东西太贵重了 这我不能要 小陈啊 既然您把话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就 恭敬不入从命了 我把话说哪份上 不瞒您说呀 我红霞姐 投走之前呢 给我介绍了 好多老伴呀 我为什么都不答应呢 我就等着这一天呢 红霞姐呀 你走的太是时候了 一定能上天堂啊 这还来人了 不是 你赶紧进卫生间里 躲躲去 赶紧 你说什么呢 我一慌慌老太太 躲你家卫生间 让别人看算 怎么当的事啊 还是躲你卫世纪包啊 我刚说不清楚了吧 那我 来来来来 你老喽 你老喽 怎么见边都骂人啊 不是 小伙子 你找谁啊 小 大爷 我是滴滴老伴的工作人员 我叫小史 我来给您介绍个后老伴 这什么后老伴 大爷 您听我介绍五分钟 我免费送你俩柴鸡蛋 这不早说呢 进来 要说你们这个上门服务啊 真是做到家了 现在连老伴都能滴滴 小伙子 你是介绍后老伴啊 还是回收旧家去 凡是二手货 我们都做 不是说您是二手货啊 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是单身的 实不相瞒 我是受蔡大妈的委托而来 她生前找过我们 希望她走之后 让我们帮您找个后老伴 这么回事啊 那你们不用费心了 这后老伴 我不找了 到死都不找了 可你离死还远着呢 不远喽 这黄土都埋在这儿了 活不了几天了 哎呦别胡说 瞧瞧目头 我告诉你 我托人打听了 你还能活 十九年四个月零八天 还有二十年好活 你必须找后老伴 听见了没有 那什么 小婶啊 关于你这服务态度不好 这事我就先不追究了 您笑一笑 她怎么知道那儿有抹布 不过有件事 你得让我明白明白 您这十九年四个月零八天 这算法 你是从哪查出来的 我 从哪查出来 你甭打听了 你就负责 好好地再活 二十年 我可不想活那么长 小伙子 我就不送了啊 你把那鸡蛋沟放冰箱里头 蔡大妈 临走之前 在我们那儿 交了一笔押金 押金 她说了 除非您找后老伴 否则的话 这笔钱 我们是不退 多少钱 两万 两万块钱 这个帮我发力 小伙子 我也看明白了 你好像对我们家这堂家具挺感兴趣 这么着啊 两万 还大爷 家具 你搬走 这算家具 大爷 我蔡大妈知道您对她念念不忘 西山哥 我能出去了吗 谁 不是 李西山 怪不得你想哄我走呢 原来你是金屋藏老太太 她谁啊 她不是 她是对门的街坊小陈 好你个陈美丽 不是 你认识她 我给她介绍了二十年男朋友 我不认识她 不是 你给她介绍二十年男朋友 我看你也就二十出头 你这出道挣钱够早的 我 我勤工俭学上幼儿园不许啊 外边怎么这么乱呢 切记 这个法术只能糊弄我大爷一个人 但凡遇到第二个熟人都会把你认出来 啊 大哥 你不认识她了 人家给你介绍二十年老伴的 对呀 你不认识我了 我认识 我认识 你怎么还亲自回来了呢 你 人家是给我送钱来了 她的钱 你能花 当然不能花了 那是你姐姐给我留下的钱 我得把这钱呀 压到枕头底下 留个纪念 不是 你得帮我个忙啊 你就说咱俩要结婚了 要不然她这钱她不给我 你来 我告诉你啊 我们俩成了 马上就领证 领什么证啊 结婚证 刚好通行证 对对 结了婚我们就笨搞 大哥呀 你别坑我了行吗 不不不 这项链 还给你 这都是误会 误会 你们俩俩 我 我先走 等一下 别着急 再坐一会儿 然后咱俩一起走啊 别别别 别了 我家里还有点事 好吧 一会儿 我去找你 别 你们俩见面挺不容易的 你们慢慢聊吧 这小诚 跟见了鬼似的 李大爷 我蔡大妈说了 您这一辈子 省吃俭用 她跟你结婚三十年 别说是金项链了 您连金针菇都舍不得买 好吧 既然您有了后老伴 这两万块钱还给你 哦 看边 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两万 您拿好了 密码还是你的生日 告辞 小伙子 你留步 你大妈还跟你说什么了 你再跟我说点呗 她还说 让你注意身体 别再半夜两点半起来 排队买打折鸡蛋 你四点钟去 也排第一个 还有呢 还有 天凉了 别再穿这破衣网 出去溜达了 小屎啊 这 这钱你们拿回去吧 大爷这老伴啊 不找了 你们也不用帮我找了 是 你有现成的了 不是 那是街坊 那街坊小陈的 就是街坊 你是中了几百个亿的彩票啊 开始 送街坊金项链了 不是 不是借 是换 不是 那什么 送给他 换 你不知道 这条旧项链啊 这是你菜的妈 把它送给小池了 其实是 我想当初 花两块钱 给你大妈买的一根 镀银项链 镀银的 她不知道 这里边是铁的 铁的 我说我脖子上 这圈绣哪来的呢 没事没事 您说您说您说 这个铁香链 它不值钱 可是你大妈戴了二十年 我 现在呢 就想天天看见她 她戴在小池脖子上 我又不能生网回药啊 这不是 今天行了 今天我给她换回来了 你用金项链 换一条铁项链 你脑子里进铁了吧你 我这心都是铁的 我是铁了心 跟你菜大妈过一辈子 西山 大爷 您对我菜大妈一往情深 我很理解 但是让您找后老伴 这是我菜大妈的遗愿 您就再听她这一回吧 我听她一辈子了 这她走了 我还听她的 要想让我听她的也成 让她回来一趟 亲口跟我说 要不然呢 我李西山的身边 就永远是菜红侠 西山大哥 我救你来了 红侠姐 咱俩姐妹一场 你别逼我使用这个 扶妖香磨三剑套 什么红侠姐 她是小屎 还扶妖香磨三剑套 你弄个陶木剑挂一辫子算 这我都能理解 你拿本杂志干什么 这是不是八卦杂志 大哥 过来 过来 大爷 我看出来了 这位陈大妈是真心喜欢你 你们俩在一起会幸福的 我托人查过了 她比你多活403天 正好能送你走 姐 你说什么 我是说 她正好能送你走 所以 放心大胆地追求她吧 好 快找找 还在这么恶心呢 你怎么又来 到点了 半个小时 我跟你说 一会儿你就去夸 我又洗澡了 你赶紧走吧 洗什么澡 回微博三 我赶紧走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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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山 我要走了 好好活着 咱们下辈子再见 咱们下辈子再见 西山 就托付给你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还不知怎么着 这手 没事 西山大哥 你看 红侠 你回来了 咱们下辈子 你回来了 咱们下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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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 咱们下辈子 啥 咱们下辈子 不知 我们来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你幸福 大冰老师 站起来说 对 我觉得蔡老师今天的表演 我认为这是我们 整个这个节目的一个意外之喜 我一直想写一个悲剧 但是我没有勇气 笑我能控制住 哭我可控制不住 但是您今天的表演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喜剧演员能演悲剧 能演 感谢您 感谢你给了我们这个 我们的蔡老师到底获得多少的支持票数 请揭晓 现场一共有五百名观众 掌声恭喜蔡明老师获得节目开播至今的最高得票数 四百八十二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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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谢谢蔡明老师 蔡明老师 四百八十二票 那向您挑战的这位 那得本事老大才行了 她是这样形容自己的 她是您十几年的老朋友 哇 哇 她曾经在东北很红 平均每四个东北人就会有一张她的VCD 哇 诶谁啊 而且她说自零五年 央视春晚一别 和您见面机会很少 零五年 到底是谁 请各位看一下VCR 大家好 我是VCR 今天我要挑战致敬的是 我的老姐姐蔡明老师 从零五年春晚一别 现在十二年的过游岁又过去了 呃 蔡明姐依然是喜剧界的长情处 而我却遗憾地离开了舞台这么多年 蔡明姐 今天能挑战你此时此刻 我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激动 既然你保刀未老 三地津片也要 弯弓射雕 投票通告 开启 野外作战 最重要的 就是掩藏好自己 不被敌人发现 去不走 有防止 先 掌 去 上 雷 好 黑 好 立定 炸好了 三家 没点过边上吗 三 三拿去了 边上 有雷 就你那眼神还能看着雷 你把真人雷 人 人 人 我 哎呀我丁 谁瞎呀 差点没炸死我啊 说你啊 你说谁瞎呢你啊 哈哈哈哈 就你这眼神啊 得闲剧了 我就不治 别瞎了 你想压死我啊 进 站好了 报告情况 报队长 我们已经被困七天七夜 兄弟们 都打散了 不可能 我是按着孙子兵法打的 看出来了 我们被打得像孙子那样的 嗯 哈哈哈哈 从现在开始不听孙子的 听老子的 成会议队长 散开 是 杨公司们 现在情况非常紧急 马上设定突围计划 谁有主意 说 队长 我有 你看我像不像貂蝉 我看你像貂 哈哈哈哈 你啥意思 你想干啥 我想使个美人计 你使美人计不成立 来呀 你说 你说得对 啥玩意说得对 队长说得对 我说啥了就对 队长说啥都对 你说得对 对 对你个头 就你最棒的 一到关键时候 一点主意都没有 上面去 千里安 你说 队长 我 我在这儿呢 队长 现在的情况 非常 我在这儿呢 我看着你了 你能不能别瞎动 好了 我不动 我建议 我冲过去 我给他一说 停 我一想我提死你 你提我干啥 我要冲锋 你冲吧 不去了 咋不去了 子弹打煤的 入力 检查装备 看看还剩几包子了 报队长 没有了 报队长 我从来就没有 报队长 刚打煤 再来一说的报告完毕 我这里还有四发子弹 现在每日一发 拿着 勇士们 你们知道最后这一发子弹的意义吗 我知道 最后一发子弹 是留给自己的 宁死 也不当俘虏 好样的 这发子弹 对我来说 就是个纪念品 因为我没有枪 我的子弹 永远都是留给敌人的 只要他敢露头 你给我吧 我们就剩这一发子弹了 我们出不去了 我连枪都没有 我还有枪 打得战队 你可知道我能打几个人 哭什么 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 不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是为什么 我是为三 我为什么 听我的口令 冰 是 队长说了 野外作战 最重要的是隐藏自己 不被敌人发现 那他这么行吗 我没事 我看不见他 他就看不见我 我瞎呀 我看不着你啊 我告诉你吗 抓住他 有铁 抓住 抓住 老脸 打他 我告诉我 钉子你弄 现在你是我的俘虏 我不是俘虏 你不是俘虏 你姓什么 我姓王 叫什么 王志和 王志和 他们还是俘虏吗 说 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赶紧走吧 闭嘴 赶紧走 你是想让我们投降吗 我们是不会投降的 在我们字典里 就没有投降两个字 我们从来不看这点 回家吧 我闭嘴 回什么家 没有大家 拿来的小家 我是说呀 闭嘴 你能不能不打了 这脑瓜打 嗡嗡的 战争 就是这么残酷 你有病啊 你消灯 我做 鬼面 真闹我当俘虏了 我是这个真人CES体验馆的老板 啊 国庆五天驾 你们藏了七天 哈哈哈哈 我找了七天 要不是这货 蹲到桶外边 我还找不着你们了呢 哼 野外作战 最重要的就是隐藏好自己 不被敌人发泄 无论外界怎样干扰 都要保持文思不斗 我看不见他 他就看不见我 你们是真疯了 来人 把东西给我吃了 衣服给我帮了 东西 帮过来 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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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小伙子 别吓着他们 别吓着他们 儿子 儿子 把衣服脱下来 咱们不玩 我们没胜利 没胜利了 没胜利 没给钱 谁也别想走 啊 兄弟 我这里就这些钱了 我都给你 不够的过两天 我给你送来 拿着 你折腾齐巴贴 你这天一天钱都不够 你玩呢 兄弟啊 我就是咱们这个胡同 登三轮的 我跑不了 跟我说的没有用 干刀子给人死 兄弟 别别吓着他们 他 他是我儿子 这是你儿子 对 兄弟啊 他们仨都是我儿子 这块啊 跟正常人 有点不一样 我们一样 我爸说了 我是最优秀 最可爱的文艺兵 对 我老人的最优秀 最棒 刚才啊 我儿子 对你不礼貌的 我替他们给你赔礼道歉了 对不起 你呢 也被跟他们仨一样了 其实他们很乖 都很善良 对 我爸说过 我是最善良的 你举手啊 对 我大人的眼神 最好使 大哥 这 怎么回事 他们仨呀 都是我捡回来的 捡他们那天呢 我是既高兴 又犯仇啊 我犯仇我的条件 我怕养不活他们 可是 我又不能把他们送回去 眼看着他们变成孤儿 我们不是孤儿 我们有家 我们有爸爸 对 有爸爸 老爸在 老爸永远在 他们仨呀 从小就爱 武枪弄棒 都有个当兵的愿望 但是你也看到这条件 我只能把他们领到你这个体验馆 圆他们这个当中的梦 这两天他们玩得非常高兴 也非常优秀 我发现他们长大了 我看到他们长大 我这个当爹地 我知足了我呀 我高兴啊 儿子 你们高兴不 高兴 哎高兴就对了 爸早就跟你们说过 正常人能做的事 你们也能做 如果你们努力了 有可能比他们做的还好 儿子 跟爸回家 回家 大哥 兄弟 我用人格担保 我过两天赚到钱 我就给你送人 大哥 大哥 从今天开始 我这个新孩子体验馆 孩子们啥时候想玩 随便玩 免费 真的 真的 儿子 听着了吗 听着了 那还等啥呢 哈哈哈哈 谢谢啊 说 掌声欢迎挑战者 魏三大哥和他的孩子们 今天这个带领这个魏加班 这个团队过来 说句心里话 向在座的来学习来 离开魏式的舞台 有好多年了 一回头一看 小宝都长大了 哈哈 我应该尊称他叫三叔吧 应该是 这么多年没有太见面 您老了 你的个也长 哈哈哈哈 真是真是 三叔 您是我非常尊重的人 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坚持下去 我们的魏三大哥到底获得多少的支持票数 本节目由大众美酒典范 老村长酒 独家挂名播出 顶门顶户顶亮珠 会瓶会干会笑 简单小日子 快乐大幸福 每时每刻 简单快乐 老村长酒 笑声传奇 由方太指定赞助播出 方太智能油烟机 四面八方 不跑烟 作为家里的男人 我们得好好保护他 我们选了方太智能油烟机 蝶以欢喜 四面八方不跑烟 保护他的美丽和健康 Fotel 方太 15世纪 德国美食家创造了图林根香肠 百年香肠王国智慧 现在就在麦当劳无足之霸 搭配饮料 麦当劳超值工作餐 只要17元起 笑江湖之笑声传奇 有欧派橱桂 特别知识 有家有爱 有欧派 心在一起 远山不远 长路不长 承在爱 心放怀 KX7 心智 天地宽 东风月达奇亚 飞科剃剃剃刀 全方位浮动剃剃 三环弧面刀网 全身水洗 飞科剃剃剃刀 掀起新未来 敬锐 用风行互联网电视 看NBA 布卡顿 风行互联网电视 内容真棒 布卡顿 风行互联网电视 还可以看大片哦 风行互联网电视 我是孙力 我喜欢为爱的人下厨 在欧派厨房 享受时光的流淌 感受爱的酝酿 有家 有家 有爱 有欧派 唯一能征服自己的路 叫敬烛前路 传奇GS8 为征服而来 广气传奇 简单小日子 快乐大幸福 美食每刻 简单快乐 老村长久 本节目由大众美酒典范 老村长久 独家挂名播出 每时每刻 简单快乐 本节目由大众美酒 典范 老村长久 独家挂名播出 本节目由方泰 指定赞助播出 方泰 智能油烟机 四面八方 不跑烟 欧派 橱桂 23年厨房专家 本节目由欧派橱桂 特别支持 有家有爱 有欧派 本节目由风行互联网电视 指定播出 风行互联网电视 秒波 布卡顿 卫三大哥 到底获得多少的支持票数 请揭晓 恭喜卫三大哥 和他的孩子们 获得的是 462票 打失去 吉他 将志愿 感谢观看